黄幼五年四月 狄青在平定农之高之后 率领三军凯旋回朝 宋仁宗不但在垂拱殿 为狄青结封洗尘 更提议让三军将士于殿前 重演当日获贼一时的布阵 以表彰无勇 虽然南宋诗人吴曾 于笔记中言称 在言武中 狄青会下士兵不声将剑尸 误射到了大殿前的台阶上 引起了恐慌 但从朝廷侍候的优厚奖赏来看 这种记载不说无中深有 也是胡说八道了 狄青麾下爱将 负责教阅此番言武的张玉 与言武后 记得到仁宗赞许 记录官自九品的右班殿职 岳即升为七品的内殿重班 唐宋时官品贵重 当年崇士恒奋战一生 也不过止于七品 仁宗如此安排 也是庆贺 品判顺利 而乃为国举财 其三 也是要进一步提高狄青的神往 因为他已然下定决心 要任命自己的这约爱将 为东府相公 疏密实 只是仁宗的这则提议 再次遭到了朝中重臣的激烈抗议 就连曾经 一力提拔狄青制 淑密副使的旁级 一带头反对 他们已送出 慕容颜昭和曹兵 平定天下 意味得如此重赏为由 认为若授予狄青淑密使 则恩赏过重 与国法不利 然参政粮士 却支持人宗的人民 他以文彦博 平定王泽之乱后 即敬畏宰相为先例 认为狄青 平定农之高之功 远过于文彦博 平王泽 如何不能也敬畏苏密使 两方争吵激烈 各不让步 直到数日后 还是旁级占了上风 仁宗表面上认怂 放弃任命 狄青座苏密使 而改为为其诸子 加官进决 旁级一带头 表示认可 朝堂似乎重归平静 只是过了越余 仁宗又突然 召见梁府大臣进队 竟然再次要求任命 狄青为苏密使 其间仁宗声色俱立 完全不似平日里 温文尔雅的模样 旁级等梁府大臣 估计是看惯了 仁宗佛系的模样 如今来这么一下 不免有点闷逼 但老狐狸们 果然还是反应快 马上回复说 这是太过重要 需要先退回 中枢商议 等明日再走 那么仁宗的回复 是什么呢 不行 然后竟然 关上宫门 把梁府载职 全都堵在镜中 如此雷霆手段 仁宗一生中 可谓绝少使用 勿往中枢 就在殿中商议此时 正 就坐在这 等诸位的答复 老好人都耍起流氓了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 旁级等梁府大臣 只能被迫接受 对狄青的任命 仁宗佑氏 容色奈何 黄幼五年五月 狄青敬畏淑密使 成为权位 仅次于宰相之下的 东府相公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曾经 一例举荐和提拔狄青的旁级 会如此激烈地反对 狄青做疏密使 参政梁氏 又为何要支持狄青 而得到仁宗 这般看重的狄青 最后却为何 又走向了 郁郁而终的结局呢 主角安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千秋一面 在以往关于狄青的讨论中 常常把狄青认为是 两宋唯一五人出身的书密使 并且把文官做书密使 特化成 宋代压制七人五人的象征 并因此推导出 狄青之死的悲剧 源自文官集团的谋杀 那么真相是不是这样呢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 需要涉及到非常多的内容 虽然很多朋友 劝我不要做长视频 但狄青这样的重要历史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重点对待 请大家原谅我 再任性一回 关于狄青之死 我将分成上下两集 在上集中先为大家介绍 狄青官拜书密使的大背景 以及为何官拜书密使 会让他招致险境的原因 而在下集中 则会接着讲述 狄青死前所遭遇的各种政治危机 制作此类历史长视频 极其不易 若是朱青喜欢视频 希望多多一键三连支持 我们首先得知道 书密使是干嘛的 他和五人之间的关系 又是怎样的 在宋代 书密使为书密院长官 书密院主管全国军阵 与主管内政的宰相 同理的中书门下 也即正式堂 并称东西梁府 书密院为东府 正式堂为西府 书密使的权位 仅在宰相之下 那我们知道 宰相之位 自先秦时便已出现 虽然历代以来 其职能与名称有所变化 却毫无疑问 是由来已久 而相较之下 书密院和书密使 则年轻得多 书密使最早起源自 中唐时期 对于其具体出现在 哪个皇帝时期 碍于唐代史料的局限 学界内争议极大 在此先不展开了 但有几点是可以确认的 第一 我们知道中唐时 宦官的权力特别大 一个个社会影响力 拧押东方不败 左右皇权都问题不大 那皇帝憋屈久了 肯定得想个应对之策 这书密使 既是中唐时 皇权为了分解 权换势力 而设立的职位 一开始只有一到两人 担任此职务 其负责的工作 主要是传宣皇帝执意 草拟文书 以及陪侍皇帝 参与中枢决策会议等要务 第二 书密使一般都是由皇帝 及其信任的宦官 才能担任 其职能 甚至与汉林学士类似 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 才能担任 而与皇帝的关系 较之汉林学士 则更加亲近 很多重要场合 唐朝皇帝会把宰相 排除在外 却允许 书密使随时在策 第三 大部分学者认为 直到唐末宣宗时期 随着书密使 执掌的药物越来越多 书密院也随之建立 当时外出担任 监军的宦官 回朝后便有机会 任任书密使 所以书密使 更被认为是 全国监军的长官 第四 随着书密使 权力的发展 在中晚唐使 其余神策两军中卫 秉称四贵 权力亦可比肩宰相 虽然出任书密使的宦官 都为皇帝的心腹亲近 然随着其权力的恶性膨胀 也会出现 倾夺中枢权力 乃至参与皇位争夺的情况 那么说到此 我们便可对唐代的书密使 做两点简单的总结 第一 书密使出设时的工作内容 类似机要秘书 其底色更靠近文人 第二 能够做这个职务的人 必须是统治者的心腹宦官 唐末时宦官势力被消灭 书密院曾被短暂废除 而在后梁太祖朱温灭唐 进入五代之后 朱温设立重振院 将书密院执事 全部纳入重振院 而担任重振院长官的 是朱温的心腹大臣 世人出身的静相 其地位甚至在宰相之上 而后来中后梁一朝 重振使就由世人出任 李存旭攻灭后梁之后 建立后唐 杰出的金唐代表后唐庄宗李存旭 不但废除重振院 而恢复书密院 更再次让宦官出任书密史 可能也是从后唐一史 形成了文师任宰相 武士归书密的格局 那么是不是说 五人的天堂就这么来临了 那也不能这么说 五代虽然出现了五人书密史 但世人出身的书密史更多 而这群书密史 不管是文人 武人 还是燕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皇帝的心腹原从 我们要知道 中唐自安始之乱以后 反正割据问题 伟大不掉 雅兵反杰度史 杰度史反皇帝 动不动就是 说杀你全家 就杀你全家 全国各地武德充沛 诚信为本 出生在这样时代的皇帝 失拧了 才会去鼓励 这样的时代氛围 继续蔓延 之所以任用心腹五人 做书密史 一是他们作为五人之前 还是自己人 用着放心 第二 也是以独攻独 猛男呀猛男 自由每一天 至于那些很有想法的 反正五人都给朕去死吧 所以在五代 打破反正割据的平衡后 统治者马上聚拢重兵与金师 此期后来 赛压禁军制度的由来 而为了管理这些禁军 又由书密院 掌握世卫清军司的统兵权 这样一来 金师的武力便足以压服 全国各地反正 但如果这一切布局 真的可以长久维持的话 那五代也不至于 平均每十年 就换一个王朝了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书密使的权力增大 这些新妇也会像唐代的宦官一样 膨胀野心 倾夺权力 所谓本天子之权柄 歹天子之武威 毕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 以教化人心 光搞制度改革 也只是隔斜恼痒 所以在此过程中 有相当部分时间 要么是皇帝成功弄死书密使 要么就是皇帝成功被手下人弄死 后进高祖石敬堂 曾想废除书密院 以解除威胁 但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后周太祖郭威 和后周世宗郭荣 在罢免书密使王俊后 都意识到了书密使 冰冰过重的问题 于是自此以后 后周再也没有任命 五人出任书密使 这其实也是一种 重文义务的必然趋势 但这样的改革 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也继郭荣后期 因为书密使威慑力的下降 导致三崖禁军 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压制 威胁骤然上升 虽然周世宗在临终前 做了尽可能的人事安排 但最后还是让禁军长官 赵匡应称乱上尉 由此后周灭亡 北宋建立 宋太祖赵匡应在上尉后 马上意识到了 三崖禁军失控的问题 于是在将自己的心腹原从 按插入三崖禁军后 又再次确立了 书密院对三崖的绝对权威 书密院为三崖的直接上级 三崖掌管军队的统兵权 而发兵权则会书密院掌管 虽然在宋代 书密院若要调度三崖军队 必须先要通过皇帝的许可 但在理论上 皇帝调动军队 也需通过书密院下达 才能实行 虽然有皇帝违反过此理论规定 但这种情况并不算多见 同时 为了应对北方辽国的重压 以及尚未统一的中原腹地 宋朝再次让大量武官 进入书密院 带任书密使 太祖朝的吴廷座 李崇举 曹冰 太宗朝的曹冰 楚昭府 王显 柴于西 赵荣 张迅 杨守一 弥德超 真宗朝的曹冰 周寅 王继英 马之杰 曹利用等人 可以说 一直直到禅院之门签订后 书密院中武官的比重 才开始逐渐下降 而在此过程中 所任用的武官 除了大部分仍然带有皇帝 心腹原从的特点外 宋朝皇帝甚至还玩起了 自书密使设置以来 前朝皇帝从未玩过的花火 也既敢于任用 非自己原从出身的前朝 或先帝的老将 譬如吴廷座 李重举 至于宋太祖 曹冰 楚昭府 至于宋太宗 以及真宗朝的 大部分书密使 这一方面体现了 进入北宋后 书密院制度 与三牙禁军制度的 日益规范与完备 建国后 重书意识形态的 一系列制政方针 不但削减了书密使的威胁 更显示了纯文义武 绝非只是纯不管不顾 只重用文臣的 二级管国策 同样也谈不上 所谓北宋尚未统一 便自费武功 打崖武人的奇葩论言 再譬如说 北方的辽国 我们知道辽国有大量制度 模仿了唐朝 书密院制度 便是其中之一 只是农母帝国 自有国情在此 大辽也演化出了 带有契丹特色主义的 书密院制度 不但搞了南北书密院分治 为了拉拢汉人 还整了一个汉人书密院 只是随着时代演变 到头来权力最重的 还是北面书密院 那么北书密室 是选武官 还是文官担任的 咱大辽才不是南边的 妖艳见火 不玩虚的 基本牵一色地后家 贵族重任 唯一例外就是韩德让 不过韩德让什么身份 大家都懂 所以到头来 不管是文人武人 燕人 还是天龙人 从大唐到大辽 再到五代两宋 选书密室 放心最重要 时间再来到仁宗朝 仁宗时的武官书密室 名单分别是 禅院至门的功臣 真宗心腹 曹立用 真宗与刘皇后的 绝对心腹 张琪 刘太后整垮扣准的 心腹 杨重勋 真宗的心腹 夏守云 低调稳重的驸马爷 皇室自家人 王一勇 太宗心腹 王朝的儿子 王德用 还有狄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主基调 仍然是放心儿子 顺便一提 饶好人张琪 自从帮宋真宗 进屋藏交后 成功上位 不但慰籍人臣 得赐七百一座 无语的豪宅 还一直安享富贵 到清历八年才去世 即使张琪才能频频 也常有阎官 上述弹劾于他 却始终没有动摇他 在朝廷中的地位 而当仁宗任命狄亲 为疏密副使时 阎官假案 即反对认为 国出武臣速将 福建大野 平定列国 有忠勋 不可胜数 然未有起兵武 登为卧者 所以不管文臣武将 说到底 也都是分阶级的 而朝野中 对狄亲的排斥 固然有一些 文武矛盾的因素 但主体始终是 阶级矛盾 那么问题又来了 虽然成为 疏密使的武人也不少 但天下武人忙忙多 如果没有成为 皇帝心腹的机会 又很难成为疏密使 那样的话 又得怎么上位呢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 另一条路 三雅 在前几期中 不管是在讲 宋夏战争时 还是讲狄亲的升迁时 都不时地提到一个名词 三雅管军 上文我们提到 武代时为了压制地方藩阵 即禁军与金师 创立三雅禁军制度 只是同样因为 三雅军力过强 又转而成为了 朝廷新的新腹之环 接连造反 改朝换代 直到宋朝建立 才通过禁军改革 杜绝了其威胁 只是虽然杜绝了威胁 但三雅的重要性 那依然是很重要 毕竟直接管理军队的 都是三雅长官 不管是拱卫金师 还是支持新军继位 三雅禁军 始终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 所以三雅长官 虽然不能参政 但地位却堪比 龙图阁学士 这般的侍从官 三雅长官之上的 宋徽院士 地位堪比 淑密副史 而黛宇 比之宰相和淑密史 更有过知 而无不及 宰相与淑密史 每月的料钱 大致是300罐 依次200匹 最珍贵的罗 一匹 露宿100匹 而坐到 节度史的三雅广军 料钱400罐 依次1300匹 罗20匹 露宿150匹 即使是记录官为 节度观察流后的 三雅广军 亦有料钱300罐 依次100匹 罗1匹 露宿110 关于淡和石的问题 这里还是推荐大家 去读一下 王毅先生的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 而当五官 一旦遇上战争 立军功的机会 自然会变多 审官速度 就比敖兹力的文官 快许多 工资这么高 三雅广军的位置 自然是全国五人 都极度渴望的 入宋以后 三雅广军的名额 总共为11名 既如画面中所示 而至仁宗时 各军的证人都指挥时 也不再常置 所以广军的名额 被限定为了八人 和宰制一样 可谓一个萝卜一个坑 极为珍贵 在仁宗黄幼以前 能够成为三雅广军的人选 要么是和五人疏密使一样 需要有比较过硬的背景 要么是在军中资历够了 仁宗在庆历时 也一度多有任命外戚 担任三雅广军 但在黄幽以后 仁宗愈发看重军队的建设 所以如狄青这般 起于底层航武的士兵 可以无视背景 无视资历 越即升任三雅广军 这股风气 持续到神宗朝之后 更延伸出了 非有边攻 不得为三雅的规则 所以总的来说 在宋代的规则中 三雅广军 才是为众多五人 设置的权威巅峰 而其地位与待遇 亦足以光耀蒙美 书密使虽然总管军阵 但它的底色 有始至终 并贴近闻人 做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 三雅广军 仿佛是一个公司的 采购部经理 负责花钱 而书密院则是 财务部经理 负责管钱 两个职务 虽然都和钱有关 职能却是冲突的 如果让某个管理者 兼任两个职务 那必然导致 公司的财务监督 当然无存 即使是由 采购部经理 改任财务部经理 那往往也会招惹 闲言碎语 狄青在短短十年内 从基层军官 数度跃及 胜任三雅广军 已是招惹非议 更恍然在跳过程序 胜任疏密使了 纵然在狄青之前 已然有三雅广军 胜任疏密使的先例 但这些人中 除了王德用外 不管是张琦 还是杨崇勋 都是属于不太得军心的武官 再加上他们的 统治者心腹的身份 虽然也偶有严官反对 但总的来说 问题不大 而王德用作为先狄青一部 胜任疏密使的三雅广军 却如狄青一样 遭到了严官 极其激烈的反对 这里我们有必要 对王德用的生平 做个简单介绍 王德用的父亲 即是真宗朝的和平守护神 王超阁下 王德用在太宗朝时 就曾跟在老爹身边 征讨李继千 只是王超自中年起 就人设稳定 一如既往的摸鱼伪重 常常为敌不前 那他儿子王德用在干嘛 亲往一线杀敌 替老爹挽尊 王超一路的军功 基本都是靠这个 出色的儿子立下的 由此可见 练费一个好并不打紧 再开一个就是 可惜后来 缠缘之战时 王超摸了个大雨 年代也坑了儿子 因为王超的身份 和拥立之功 真宗不好意思杀他 便把他丢到了青州 再没有升迁 而王德用也跟着老爹 被边缘化了许多年 直到大中降服五年 王超病死 真宗想起王家 才重新将王德用提拔了起来 直到真宗朝末期 终于坐到了赞牙管局 真宗去世时 大雪苦寒 刘太后少次进军将士 酒水暖身 王德用却这么回答 卫士承蒙先帝恩德圣后 如何忍心 在此先帝崩死之时 饮酒 如今新军年幼 国正未稳 如果有一士兵 因酗酒而狂乎作乱 如何不会扰乱人心 其后 刘太后设政时期 王德用 虽一再拒绝 执行刘太后的命令 刘太后却不以为意 相反非常赞许 她的稳重念大 对她的官位 也一再提拔 至仁宗亲政后 仁宗更直接将王德用 升为疏密使 只是我们知道 仁宗亲政后 曾大力扶持台舰 以强化国家的行政监督权力 做宰相 都常常被阎官 喷得绕道走 更何况是疏密使 那么自然而然 提拔三亚管军 做疏密使的阻力 必然比之前要大得多 这群阎官 弹劾起人来 向来很有想象力 马上王德用 就因连长的黑 而被说成像宋太祖 威胁很大 仁宗看了后 打了个哈哈 倒霉当真 然不久后 降遇朝野内外的 御史忠臣孔道府 也弹劾起了王德用 重心思想很简单 王德用得人心 不疑九点疾密 王德用的父亲王超 当年也是善于治君 既得军心的 那后来他在 禅远之战时 做了什么 差点促使宋真宗 生死过灭 而五代时的 那一堆五人疏密使 在权力稳固后 又做了什么 让一个家族有前科 又既得军心的人 稳居权位 真的可以吗 律集这些 仁宗动摇了 不久后 王德用既遭贬官 就连他的家人 也受到波及 然王德用 毕竟能力出众 后来便离天下为官 政绩显著 宋夏战争时 更调任他 政府河北 防备契丹被辞 官位也逐渐 恢复到了 节度使的地位 黄游年间 他竟然先被拜为使相 又在狄卿成为 疏密使一年后 也既治和元年 再次回到朝廷 同任疏密使 那么狄卿与他比起来 又如何呢 一样的才能出众 一样的身德军心 而比起王德用 狄卿不但资历浅得多 年出生 也是天差地别 虽然在仁宗看来 自己立提拔狄卿 小狄早已是 自己妥妥的心腹了 但在大臣的角度看呢 要知道那年头的宰治大臣 有不少都是从 寒门子弟 一路拼上来的 大家都是天子门生 你小子在五官系统里 跳级快就算了 现在转到两府序列 凭什么跳级还这么快 而且这小子过去 还有三次暗底 人品也是一言难尽 这种拿捏不住的人 如何能做天子心腹 不说五官 就算是当年的范仲淹 韩琪 复璧 都因为在军中身有威望 而被阎官疯狂弹劾 这还成为了 倾立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 狄卿的背景 不说这三位了 和王德用比 也是相去甚远 这几位在两府的日子 都是压力善大 更恍润狄卿了 庞吉或许 这是看到了这点 才从提拔狄卿的立场 变成了反对狄卿担任 以狄卿的能力 只需加以时日 积累资历 何愁不能成为狄卿 何必非要 急于一时呢 所谓木秀于礼 封闭催之 然而庞吉的担忧 仁宗和狄卿都没有领回到 狄卿成为狄卿后 仁宗曾劝说狄卿 将脸上的次字洗去 狄卿却这么回答 卿若无此两行字 何由置身于此 断不敢去 要是天下健儿 知国家有此名位置 待知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 狄卿并不会因为脸上次字 而觉有何不便 这里的坦荡 与莫及中 因被嘲讽 而虐待基尼的记载 天差地别 而仁宗见得狄卿 小物自己提拔他的身意 也深感欣慰 这对君臣 虽然造就了一番佳话 却并未意识到 巅峰越陡峭 后面的悬崖 便越是深邃 梁氏即在这样的情况下 走上了前台 为何在梁府诸公 都要反对 嫡亲任命的情况下 位列参政的梁氏 却要支持嫡亲 原因很简单 参政属于副宰相 在他之上 还有宰相和淑密使 梁氏若要升任宰相 则必须把现任的宰相 和淑密使都替换了 他才能顺利补上空缺 宰相旁吉 因为反对人宗的任命 已让我运了圣心 而淑密使呢 当时的淑密使 是高若纳 一个有足够资历 做宰相的文官 若是让他也留在梁府 那么即使旁吉罢相 也会有高若纳 升任宰相 论家事 梁氏的祖父和父亲 都曾是当朝状元 出身显赫 论能力 梁氏也是 宫小法令 久立地方为官 不管是处理送疗关系 还是破除掩铁制度上的弊病 都是政绩显著 高若纳不过一个 无功无过的庸人 凭什么都压他一头 梁氏很不服气 所以他决定 先支持嫡亲 先任苏密使 挤掉高若纳的位子 再通过与庞吉的争斗 让庞吉失去慎心 一旦庞吉被罢相 苏密使嫡亲 航武出身 若是心境东府 做不了宰相 而他梁氏 便能成为新的宰相人选 记上心头 梁氏先是密宗人宗 表达了支持 人民嫡亲的态度 然后又派人密信嫡亲 与内侍石权兵 将自己在狱前 与庞吉等人 激变的信息 告诉二人 以做通气 石权兵一曾跟随狄青 讨伐农之高 也是个颇有军功的宦官 借得贵为参战的良士支持 便也积极隐为内助 在境中造势 散布朝廷 对狄青 孙免等人 恩赏太博的观点 那么狄青 是什么态度呢 史书没有给出任何记载 我想 庞吉毕竟是狄青的恩师 纵使狄青 不理解他的想法 以狄青 中年后的涵养 并会有所保留 不至于 完全撕开脸面 只是从后来 事态的发展来看 对于出任书米石的态度 狄青也是 志在必得 没有任何的推诿 事情的发展 果然很顺利 在仁宗与梁氏的内外配合下 仁宗顺利 逼迫梁府大臣 认可了对狄青的人名 高若那因此 被无辜罢职 从此结束了 自己的政治前途 庞吉因为这事 落得非常难堪的处境 再加上他违向以来 向来公正严明 改言之鉴 是因内外积怨颇多 不久后 既因为外审 赵青旷打着他的旗号 收受贿赂之事 而遭到弹劾 就此八相而去 经过这番折腾 狄青胜任书米石 孙勉胜任书米副石 而梁氏 也如愿以偿地 胜任宰相 狄青虽然全程 没有做任何表态 但对胜任书米石的默认 难免让许多人 将他视为 旁极门下的背叛者 梁氏的通道 加上曾经 水落成事件的前科 狄青的风评 自此时开始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偏偏支持他的粮食 又是个有财无德的人 不久后 便因品行过于低劣 而遭到严官的弹劾 再向位置坐了不过一年 便被霸向而去 而孙勉的德行 也向来为识人诟病 不久后 便因为追测张贵妃 为后一世的风波 而自求 把淑密副石 除至杭州 好在狄青 有人宗的大力背书 隔壁文官 即使相互打出狗脑子 他也能稳稳地 入住淑密院 三十年前 在东华门外 遇到的状元狼 王妖成 此时也在淑密院中 担任淑密副石 狄青与西北带兵时 亦夺得王妖成的 举荐和提拔 昔日需要养世的人 如今却成了自己的副手 不知二人再度相见 又是何种心情 就这样 狄青又平平安安地 在淑密石的位置上 度过了三年 直到那一天的天灾与人祸 再次到来 狄青终将直面 他人生中最后的波澜 佳佑元年正月 宋仁宗补语 朝野纷乱 弹劾敌天的奏书 也随之蜂拥而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